2023最恐怖的电影终于来了 如果你是在晚上刷到这个视频 一定要抱着男朋友一起来 要不然很可能就是这个下场 一个六岁的小女孩惨遭凶手杀害藏尸校园 学校从此出现了一个恐怖传说 每隔一段时间 小女孩的鬼魂就会找到一群学生 帮她找到被凶手藏起来的尸体 明日相视这所高校的学生 性格孤僻的她正独自一人在外面吃饭 这时井里突然传来婴儿的哭泣声 随后一只只沾满鲜血的小手 突然从井口里伸了出来 幸好一群工人及时出现 明日相这才逃过一劫 但她接下来不管走到什么地方 身后总有一股阴风挥之不去 周围的东西也会无缘无故地掉在地上 紧接着一个小女孩就出现在她身后 可等明日相一回头却什么都没有 到了晚上 明日相突然收到一条陌生短信 红色的血人即将出现 一旦被抓住就会永不超生 明日相被吓得连忙放下手机 可手机正是好像已经盯上了她 明日相被吓得急忙躲进被窝 可凌晨十二点一到 她就突然出现在学校的大理堂 和她一起出现的还有几个同学 讲台上还摆着一口十字棺材 就在几人一头雾水的时候 从来没有在学校露过面的毒屎 一脸高冷的就要离开这里 但这可不是她说走就能走的地方 结果下一秒就付出了装逼的代价 等众人赶过去的时候 毒屎的身体已经断成了两半 还不等他们搞清楚发生了什么 伴随着一场 没有跟过来的小美也跟着里面喝饭 直到这时他们才看见 黑暗中有什么东西正在逼近 你你你给我